你做操有什麼趣事或者驚險的事? 我最大劑的那次是在廣州 關淑儀和榮良有很多藝人 那時候就和廣州的Philharmonic Orchestra 60人的Orchestra 我就彈琴那次 就要做一個Opening 我們就選了David Foster的Winter Games 你記得嗎? 我們練歌 指揮會給3、4 拍子 到了On Show 我們穿了西裝 握了手 走到琴 沒有3、4 我直到60人 全部握了一下 然後看過來 什麼事啊? 那怎麼辦? 我去第3個巴黎才入 那次Enterti Fernandes 她的茶也被刮到 他能夾到 對,他能夾到 因為它有Hong Kong Feel 它會有橫 我發現那種音樂是沒有 不會給Free Four 就是那一刻 對呀,我已經準備好它 我直接,Oh my God 那些位置是尹隆娟的 那些位置是一直在拍攝,有3-4 我不懂得擔心 你覺得這是趣事還是驚險事? 驚險,沒有魚 全世界都看著你 你經常都說,因為你配搭Pitch 我小時候是,現在好像走走停音 因為某個歌手上台之前才跟你說 轉Key,今天玩過Key 那時候我彈琴 我打算上去,有些電 Digital piano -1,2,3,4 那些慈善活動 很多藝人 會到,可能那個show是全天在馬拉松表演 其實沒有soundtrack 沒有rehearsal,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就 是上台那一下 上樓梯 某一個artist很喜歡轉Key 那一個 就 還要不是轉少少 可能一轉轉五度 轉五度 上樓梯說 我想升高三度 那我就想 OK啦 盡量 上台就按摩 那些transpose 那些 啊 麻煩上去是一個鋼琴 Gran piano 沒得感 沒得transpose 那怎樣 要真人transpose 那怎樣 要真人transpose 哇 做show 對 那次suppose 是solo piano 那時候我們也有影印幾份譜 那我就 那次見到道東在彈琴結他 我就叫他 你捉到什麼cord 你幫我盡量掃 讓我沒那麼害怕 那你不是很害怕 很害怕 那結果完成了任務呢 完成了 完成了 會不會立丸加fill in 沒有 沒有 很safe 這樣過了 很平靜 你好像試過說 在冬天 令到 要你做show 露天 拍線 怎樣 拍不中 沒有一顆一 用不到力 你感覺不到騰 所以我拍不到線 通常都是露天 零度 你穿多少衣服 做了幾條褲號呢 手一動了 你完全沒有知覺 按什麼線 感覺不到 又不知多大力 沒有touch 拍 或者我們開pick 提起拍 完全 一塊pick也不知能否開到 總之不斷移動 你有沒有按下線 你都不知道 冬天做show 真的很辛苦 還要露天 很冷的地方 那如果騰騰呢 會不會沒有這麼show 好一點 好一點 為什麼呢 可能你用那個力 可能可以 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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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看得到 你按了什麼音 對嗎 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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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PEDAL 的EVENT 錄音 我還有一個Demeter 的TUBE 的DI BOX 很大 我覺得 一些蛋 東西是比較好 那如果那些什麼DRIVE 那你多不多 有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 Rotenburg Rotenburg 是一個德國牌子 有些Steve Luccaver 它只有一些BOOST 或者DRIVE 它沒有其他EVENT 不過那個DRIVE 很好聲 很好聲 那它是Analog Analog 那你會用Multi-EVENT 我嘗試過 不過 不行不行 不行 那你用SINGLE PEDAL 我用SINGLE PEDAL 而且如果插了很多的PEDAL 我感覺到有些SINGLE PEDAL 特別BASS 那我最近你看到我 平時的GIGS 都很簡單 可能只有Compressor 嗯 做研究 為什麼你又不會用WALM PEDAL 我看到很多人都用彈BASS 那我就用TUNA去MU 如果平時的大小聲 我其實彈到那裡去控制 如果慢歌 我其實都是扭到那麽大聲的 不過我可能彈得小一點 嗯 BASS 你有什麽珍藏的BASS 可以介紹一下 我是彈五線為主的 嗯 我最多是用SINGLE PEDAL 的五線 那FORDERA 我又有五線 兩個都不同的聲音 錄音就FORDERA可能會好用一點 多一點不同的聲音 可以流到出來 如果做LIVE呢 即是它比較優秀 LIVE呢 其實我也喜歡玩SINGLE PEDAL 不過很重 如果我要LAST那兩三個小時 都幾重苦的感覺 那些SADOWSKI 以前80年代的SADOWSKI 就是沒有通通的 即現時要偷輕 一支BASS 它們在木裏面會通 即是減少了一些木 會刮走很多木 不過那時SADOWSKI 它的ESH 會去加入火 有些很靚 很輕的 而且很重的Sedouse 和現在的聲音都不一樣 你有多少支? Sedouse 有五線有兩支 三支Fratless 四線有兩支 四線? 四線會不會很容易? 我覺得五線比四線容易彈 原因呢? 你可能在彈音沒有一個圖案 A C D A minor 我落去D minor 都是一個圖案 如果我要落低音 我手指不需要轉圖 我多了底下幾粒音 用回同指示彈 我可能在玩四線 要找位置 說到彈琴 你有什麼器材? 彈琴? 你有Studio 對吧? 我現在是有一個 喝一下的 Touch 它們最新款 我就開始用慣了 原來真的很好 有什麼好呢? 它有FM Synthesis 就是我們以前用開DX7 以前小時候很想要有一個Rack 一個Rack有八塊Module 其實是八個DX7 為什麼要八個DX7? 你可以搭聲 噢 Cosele 對 它們以前很流行一個Elektri Piano聲 可能搭了八個不同的Elektri Piano 所以一彈出來 你正常好像聽著Winnie Houston的唱片 那它們是不是都是搭聲的? 它們搭聲很厲害 現在我已經做回那個效果 嗯 有一個時間是要 我就是要找聲 然後這個搭這個 這個搭這個 這個搭這個 是什麼效果 會不會有這些時間花了? 我少了 因為其實它很浪費時代 但以前編曲一定有的 對 我最重要是 我的訓練是自己 剪輯新的聲音出來 對 你是讀 對 變成 我可能 編了一首歌 可能20分鐘 編到 不過可能 我有一個聲音 弄了兩天 兩天 我試過有一個PAT 不過我那個聲音 用足 用足 三十幾首歌 都用了一個聲音 那當然 你混了那個聲音 是你的聲音 而且只有我 對 你的聲音 對 我很喜歡弄聲 我小時候已經在練習的 練習 我沒有其他練習 分享一下 對 我當作1 2 3 4 5 手指弓是1 我會 2 3 2 4 3 5 2 4 3 5 2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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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片監製工都是Paco給我做的 那時Paco在華立 我就在製作葉思文 這個機會都是Paco給你的 是好的 所以各個都要謝謝Paco 是啊 講一下你的代表作 你覺得你做了那麼多音樂 有什麼代表作 如果我編曲我喜歡自己彈 自己彈了,不找人 挑戰自己 打鼓呢? 我喜歡錄音的 打鼓我就 Program 我有學過打鼓的 不過不是那麼穩陣 那你有Program 我自己做了 Program出來 那我就彈了Bass和吉他 我吉他不擅長 簡單一點的 可以overdub 可以dub出來 那時候做了一首軒仔的歌 叫做《畢耀》 《畢耀》 國語歌 國語歌 那我就 它是Band style 那首歌 你們可以聽一下 有一個Bass solo 為什麼 代表你是一個Bass solo 可以這樣說嗎? 因為我想吉他 solo 不過我彈 所以終於是一個Bass solo 為什麼不是Piano solo 不是 Band style Organ solo也可以? 也可以 Organ我都喜歡玩 因為你喜歡Bass solo 那個Organ 是嗎? 是 Organ我很喜歡 B3 近幾年 有很多Show 你有沒有真的B3 我沒有 不過我每次都會租 那時候Kelly 有些Show 我也有個B3 在台上 還有Rubber Band 有一首歌 叫做Frank 他有一個EP是我監製的 有很多B3 那時候我們上去 廣州Studio Village Studio 錄音 有B3 還有Leslie喇叭 那些Leslie喇叭 其實被我改裝過 為什麼? 我拆了出來 不要告訴他 不要告訴他 我拆了出來 不要告訴他 我拆了出來 我拆了出來 那個Pre-Amp被我扭爆 扭到12 那會怎樣? DriveV? 很大聲 那你就 你要 Leslie的喇叭 你要藏在其中一間錄音房裡面 可以震到整層樓 整層樓都軟 那這個事 除了軒仔 不知道有誰 不知道 有誰知道 可能當時的工程師知道 我進去 搞那個Pre-Amp 那就很爽 是Overdrive 那還有 有什麼代表作? 編曲 也是我彈完的 容祖兒小天使 很多人都聽過 那些吉他 Steel 和Nylon 都是我彈完的 可能我彈得不乾淨 所以我可能要彈幾個Bar 然後Punch 不過 你自己做 混合到差不多都挺好聽 你自己監製 好像說 莫文文有隻碟 你又OK的 我們2009年 拿了級曲獎 我也是第一次有唱片監製的提名 在金曲獎 我們贏了最佳專輯 Best album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贏到呢? 你的概念是什麼 做這些碟給你吃? 這隻碟很好玩的 我有個概念 我是想做一隻碟 很代表pop music 未必是Candle Bomb 幸好那次這隻碟 是一隻國語碟 而且很多年都沒有人做 concept album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國語碟會比較好 我覺得編曲 和 melody 可以free很久 我覺得廣東話有很多限制 變成你做的風格 和出來的效果 要小心一點 反而國語 可以有很多風格 國語都可以適合 你當英文歌那樣做 可以了 那次就拿了最佳線 轉載很多歌 都是我自己編 有很多電子 也有樂隊風格 可否這樣說 那隻碟是你最喜歡的音樂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那平時做Candle Bomb 沒有什麼機會做的事 我都做了 都放進去 放進這隻碟裡 還有 就跟Francis的歌詞人 十首歌都是他寫歌詞 我們有個概念 那隻碟是叫做Live Is 就好像一個演唱會一樣 有一個開放 直到去到Encore 那其實歌詞也是說生活 那這個就是一個概念的碟 即是不是每隻歌 單歌單歌無關事 是所有東西無關事 摺得下的 摺得下的 那大家都可以找來聽一下 因為很少有人做這些 concept 自己喜歡什麼風格的 電子啦 我知道 對呀 我其實 我都是Rong友來的 Rong友電子 不過就 接觸了電子音樂有多過癮 就像以前John Mijiauxia那些 那些很experimental的 那些法文叫做Music Concrete 可能你用一些怪聲來做 或者自己調些聲音 即是他未必是Dance Music 但我覺得有一些都挺過癮的 那你讀生的設計 對 過癮的 過癮的 那如果Jazz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Jazz 比較難 有個門檻比較高一點 你自己喜歡嗎 我喜歡的 不過我不是很聰明 因為我從小到大沒有接觸 不是聽Jazz 我之前跟June他們做So 跟Eugene 他 和Eugene 他很懂得 我去跟他 有conversation 對 對 跟他 我整句 你來吧 跟他練過 他會走過來跟你練 那幾年我就 開始有信心去 你彈琴還是彈琴? 那次彈琴 很開心 開始 有些信心去 去Solo 你要身邊的人給你這個信心 自己 自己 迫不出來 有人扔你 你就 你搞搞震 沒有幫助 我聽你彈你是厲害的 你是有那些東西的 不過你 你會藏起來 因為 聽他這樣說 他表現得很謙虛 實情 謙虛也是 但是 他彈Jazz 又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他的天分 就不是已經用scale 用什麼chord 那些限制 其實這些是限制 我覺得 我們認識那麼多東西 其實是給很多東西限制 因為他的耳朵這麼好 他是從聲音出發 加上他的表達 感情 哇很angry 很angry 或者你很melo的東西 玩了那麼久的音樂 你到這裡玩那一刻 你要去Solo 其實不是想scale 是想那個音 靠耳朵 靠耳朵 六歲去了英國 你究竟是甚麼中文的 中文字 不是講的 歌名 歌名 那些怎麼搞 我完全翻譯 其實我大多數都會看 不過我很喜歡每次做粗 全部翻譯 你是翻譯音 還是翻譯解釋 我為何讓你走 你會翻譯我為何讓你走 一定是 Why should I let you go 代表你這樣 你會先認識 如果我想到些事項 我會希望寫 例如 叮叮叮叮叮 都是髒話 對 então 對你會 nim pull 對於你的工作有沒有影響 你的中文 開 alumin 開頭我都好害怕 要監製唱歌的人 可以監製 要看連那個詞 我會看歌詞 我不懂的那些字就会全部问定 那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讲中文 我都怕变成贵仔 现在你问我很多我监制过的歌 其实我自己都唱得出来 Candlepot很多时候是歌词的内容去感动 我觉得编曲可以感动 其实你讲四个chord 如果你的harmonie走得漂亮 那四个chord 那个phrase 是感动到人 我觉得很多新编曲的人需要学习 我编那么多歌 我可能是除了一个beat 不过如果你没有beat的歌 可能是那个harmonie怎么走 是令到首歌很好听 未必是那个melody 大师的就是可以影响到 即是将那个音乐影响到其他人的发生 我也很希望做的 而且不要只听一种音乐 什么都听 即是去吸收 做人的一个experience 好像很多人很喜欢去travel 去地方去吸收 去学习 看多一些东西 吸收别人的文化 很厉害 很厉害 你不要看他一个band leader music director 那么厉害 其实他是一个小孩 你好像刚才听他说话 把声的小孩 表达方式的小孩 我记得有一次他提供 他是弹bass的 他不是band leader 有另一个band leader 然后我们在休息室 真的的band leader 是弹琴的 然后我们进了厕所 他就夹了一队 band 找个梳化 顶着他的门 关上他的灯 不知道会怎样的呢 大家都做了这件事 其实他的想法是很有趣的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很横皮的人 虽然他的崗位是如此重要 但他是一个很横皮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棒的 有一次做轻仔的演唱会 我弹吉他 Terry也是弹bass的 有三个人要出台 我 Terry和Danny哥 要出台玩一段音乐 然后轻仔要换衣服 站在台上 要靠一下 很有型 我照弹 每人solo一段 然后我听到Terry弹 哇 下意识 下意识 要看一看他搞什么 然后又看到他的样子 直接是要杀人 很怒烈的样子 那些样子 然后我做完秀 跟Terry说 哇 你出台那一刻很厉害 一贯的Terry 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总之那个时刻 我杀人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他是一个很用 那个感觉去玩音乐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棒的